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海茫茫 山上而穿 人一生遇人无数 孰是孰非 难以分辨 人心看不见 摸不着 难以提防 难以预料 世界上最温暖的是人心 最冰冷的也是人心 它能暖如焦阳 也能冷如冰雪 人心不必伪装 不必潜伏 因为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时间能证明一切 也能衡量一切 它会告诉你哪些是虚情假意 哪些是真心实意 常言道 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何于性格 忠于人品 与人交往 重要的是人品 不要让真心待你的人寒了心 随着时间推移 你会发现 最后留下的 才是最好的 冷我者 我弃之 有这样一句邂逅语 叫老太太吃柿子 挑软的捏 善良要带锋芒 不然会被人捏得遍体磷伤 有时候人一时 不能换来风平浪静 退一步 不能换来海阔天空 因为在有些人眼里 包容是懦弱 忍让是无能 所以与人相处 不妨区别对待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人若要放我 我绝不妥协 谁都不想热脸贴冷屁股 何不来的人 敬而远之 若是被出卖 也不用去维系 变了位的友情 果断扬了他 扭曲了的人心 赶紧丢弃他 人活一世 谁都不傻 冷我者 我弃之 我们的善良 一定要留给值得的人 蔡根坛有言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 而愿则不可不忘 人因怀感激之情 将心比心 不忘人恩 人情是一面镜子 你如何对他 他便如何回应你 做人亦复如是 诗经有云 投之以桃 报之以礼 你敬我一尺 我还你一丈 人与人之间要礼上往来 珍惜我的 我绝不抛弃 对我好的 我加倍珍惜 天意莲幽草 人间众晚情 知恩图报的人 到哪里都有人喜欢 人可以平凡 可以平庸 但绝不能失了本心 养有贵辱之恩 压有繁补之情 而人更应该珍惜 感恩 每一次的重逢 遇见 君子重情不忘恩 小人重财寄人过 寄人恩 惜人情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格局才能越来越大 人活一世如露水一朝 惜我者我惜之 以心换心 以情换情 解有道之棚 断无意之有 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人活一生 要感谢的 是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刻 依然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惜我者 我必惜之 冷我者 我必弃之 与君共勉 大家好 我是依安 深夜读书最新开启了新的互动环节 每周三会有一个留言周结 每个人的留言都很有见解 都很棒 我会挑选几条感触到我的留言 与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对深夜读书的喜爱和支持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读者李之孙在视频 坏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坏 他们往往拥有这三个特征 千万别忽视中留言 见到深夜读书有关好与坏 善与恶 又与人联系在一起的网文 一时却无语 细思良久有感 一 所谓的坏人 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 这里的同理心又是什么呢 二 在相关的视频中 常常见到相由新生之说 而面善而娇美者 常常被视为好人和善人 那汪精卫是民国抗日时期的美男 这其中的逻辑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三 有关人类学的专家指出 人性的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而天使和魔鬼之间的 所谓的底线 是互不相同的 四 怎样判断好坏人 是否用同理心 逻辑 底线 就能说清楚了 五 我觉得在所谓的好人和坏人之间 他们是各有各的理 各有各的逻辑 各有各的底线的 如果同他们这些恶人坏人 去讲这些道理 就会很容易出现鸡同鸭讲的画面 最后 对此网文参言 可能有妙误 妄知证 再次感谢李子孙的观念分享 关于人性本善 还是性本恶 但针对这个问题 即使是历代大辱们 也一直争论不休 在中国古代 孟子的人性本善论 和荀子的人性本恶论 而西方 自柏拉图开始 一代又一代思想家 不断地思考 争论 直到大卫休默 终于形成了系统的人性论 缓缓几十万次的聚拙 知识人性的本质 在1993年 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 展开一场辩论 就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的 师承舌战 台湾大学是正方 主张人性本善 复旦大学是反方 主张人性本恶 那是一场十分精彩的辩论 复旦大学的表现尤为出色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哦 复旦大学的答案大意是 人的天性 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很多时候 为了利己 就会不知不觉地去损人 这样一来 每个人都在得到 自己为自己争取来的利益的同时 也受到了别人 带给自己的伤害 时间长了 伤害所带来的痛苦 超过了利益所带来的甜头 于是人们就彼此商量道 我们定个契约吧 我不伤害你 你也不要伤害我了 我们都利己而不损人 好不好 而这个契约 就是我们所说的 善 从善恶的那角度来说 可以说人性本无 后天养成 环境限制 客观评价 我更愿意相信 每个新生儿都是一张白纸 没有善恶之分 可能是因为基因之类的原因 孩子更容易信任家长 最先网上写字画图的是家长 人性的善恶很大一部分 来源于原生家庭的教育 但是除了家长以外的环境 占的成分也不小 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到 人对道德的判断 从而影响他的人性 世界上有两个不能直视的东西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人性 在17年的时候 马云开了无人超市 整个超市里不需要一个员工 全部靠顾客的自觉 很多人提出质疑 绝对我们不太能相信人性 就算你是善的 也不能保证人间没有恶人 当然去论证人性本恶 绝不是让大家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 从而对世界失去信心 而是要让人们通过 认识人性中的恶 来更好地制定规则 约束人类 也通过认识这些恶 来让自己知道 不要总是傻傻地相信别人 无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显然都太过极端 都不正确 人性是复杂的东西 不可能简单地 只用善恶来一言盖之 告子曰 性由汤水也 绝诸东风则东流 绝诸西方则西流 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 由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或许你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起你身边人的善恶抉择 我从来不认为 自己是尘世中的一例尘埃 因为你对善恶的选择 或许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而这个一小步 或许就是一大步 愿这个世界 处处能充满善意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